好,今天是2月23日啊 明天就是台服、國服更新墨璇的這個版本了 然後,今天晚上的時候,他們出這補丁的時候 他們一看,然後發現墨璇是有記改的 那麼,這些左邊,左邊這些就是他技能的代碼 然後左邊是國服,右邊是測試服 可能有一些只是雙名的改動 也有可能一些是有數值上的改動 然後藍色這一些是新技能 原本測試服沒有,然後再國服新增上去的這些 然後就來看一下這每一個技能它對應的一些記改情況 然後也特別提一下吧 東南亞明天也有更新 他們是滿月派對,然後他們也有記改 跟國際服力應該差不多 但是應該海外職業就不太一樣 這樣子 然後的話,後天是韓服更新 都是記改 回歸選擇 啊,這個 左邊我這個是國服 右邊是測試服 對 對 那這個就是記改的情況 對 左邊啊,左邊是國服,右邊是測試服 就是他把這個冷卻給打進去 對 對 左邊是國服 然後 第二個技能 第二技能是神功破碎拳 那這個就是他這個技能上的說明 就是他在武神那邊有一些改動 還是最初攻擊的時候 原本的最初攻擊 然後他現在改成對一個敵人造成追加百分之百 這個趴 然後他這個第一技,第一技是230 原本是220 然後敵人 敵人數量是原本11個 現在變成10個了 好,下一個技能 好,下一個技能 下一個技能 選擇第二技能 選擇第二技能 他是把這個說明錯誤給改 改 改回來了 因為他這個 他那個 String的時候 他把那個 代碼給調用錯誤 就變成 6 原本是6跟140 應該反過來 就是因為他是調用代碼的時候 這個原因 這樣子 因為他的String上面就講這個 什麼 對 在這 對 X的敵人造成這次傷害了 他把Y%的傷害對X的敵人造成這次傷害 那就因為他這個代碼調錯了 就是他這個 Y Y是6 然後X 你看左邊 是80加3乘X了 所以把敵人數量跟百分傷害給調錯了 然後他 就算是這樣子 把他調回來 他對應的這個傷害 也是發生了忌改 哎 好像 好多點 他應該是第一第二試反過來 應該是沒有變了 他只要說明個問題 是第一試 第一試他是140傷害 然後6個敵人 然後造成5次攻擊 應該是沒有變了 第二次 就是160 7個敵人 4次攻擊 所以他這個 就是第一第二試把他調 調回來 其實本質沒有變 我覺得應該再把他反過來 這樣 然後下一個技能就是精通 精通好像是一個被動 哦對 改名字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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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會貫通 啊 改名字了 效果沒有變 但是 名字變 好 下一個技能 神功 旋風角 當然改 這個 有些分布 最好 他 可以 這 有些人 有些人 那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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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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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他多了一段文字 原本他是个隐藏技能 本来不应该说明什么 但是他给他加进去 就这意思 只说隐藏技能加了些说明 本来不应该说明 而且你在技能当中也看不到 好了下一个是008 这个技能是吧 好这个技能一个加速技能 看一下 我知道因为融会贯通这个技能名字 改之后他相应这个前置技能也要改 其实他本质没有改 然后他全前置技能 技能不知道应该是加进去了 他给新增了一个前置条件 就是要这个融会贯通5级 原本是没有写的 然后下一个技能是1012的这个 有 这 我原来是 原本是没有说明的 现在变成家说明了 然后是 是1002 神功乱拳连击 右边武神这一段文字加了红色字体的 现在变成了正纹是白色字体 然后还有什么 0.6 260 3次 5次 然后320 这里有个记改就是 收尾的那一击 是 是 328个敌人 64 然后记完了之后 政府变成12次攻击 所以段数多了一倍 好下个技能看一下 1002后面谁 1002这个 同一个 同一个技能吧 同一个技能在里面也有 改动 那就下个技能1004 神功无鹰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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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好像也稍微长一点点 在武神状态下使用技能使发动强力使其提音使其进入无法移动的状态 上大攻击的敌人90秒内无法移动 其实没有变应该是格式问题 格式问题使其无敌然后受到移动的敌人90秒内无法 对无法移动状态无法移动 就是他把异常这两个字删掉了看到 然后下面这里是消耗90MP造成原本是215的伤害 8次现在是29512次 这个然后武神状态下在后面没有变吧 好没有变然后冷却时间120变成180了 好然后下一个技能是0014 无极是被动了 就是因为精通这个技能名移改之后他无极这说明也就改了 所以他其实跟着技能,其实本质他没有变 然后是16 0016 0016这技能好像在头啊 好,武神 这个技能 这技能是激活一格30秒 原本是20秒 这一格神力是20秒 现在是30秒 然后后面那一段 删回去 武神维持期间稳如泰山 提高100% 然后他现在增加了一句 就是玄山1-4 攻击次数增加1 所以他还可以增加段数 这是他新的功能 然后是下一个技能 嗯 到哪 对 37 好像是个超级技能的被动 好 也被动 嗯 37 啊 恢复比率 原本是回避比率 也有回避比率 也有回避比率提高3 但是现在你的属性状态栏哪有回避率 他应该是恢复问题 应该是写错了 我记得 所以他把这回避比率变成恢复比率 好 后面这一段是新增的吧 新增 1006 你还把这个说明加进去 但是现在给他加进去 就是他把这个说明加进去 他本来是隐藏技能没有说明 但是现在给他加进去 解评什么东西 然后看一下1008 一行换位 也是个隐藏技能 它就原本没有说明 现在有加的说明 但是你在技能当中是看不到 然后是1010 密技神力注入 看一下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队员消耗一个神力 所以30秒内周围队员的 爆 30秒内周围队员的爆击 首先前面有字 它前面加了个有字 所以这里就把那个爆字打到下面去 爆击伤害8% 每次攻击的时候有40%的概率使爆击伤害提高3% 然后它加了这句话 原本是额外提升次数最多积累4次 现在变成了包括第一次提升的额外爆击伤害最多累积5次 也就是说它现在从4次变成了5次 它还是包括第一次 它还是包括第一次 包括第一次 包括第一次就投这个8% 然后现在是 有40%比 40%的概率提升3% 你现在五次就 15加8% 23% 好 下一个技能是1018 神功大地崩裂 也就是原来隐藏技能当中没有说明的技能加了说明 下一个技能1012 1042是一个超级技能 1042是一个超级技能 好 这个技能是 首先说明有变化 我看一下 说明是 集中升值在短时间内变为限一次 只能限一次可衔接发动任意神功的状态 然后说第一句话其实是没有 的意思是没有变但是变短 然后施展的时候不管使用玄珊招式全开的技能 都可以立即发动任意神功 这句话没变 然后单下面那句话 他原本是不可通过神功的命令键来发动 可手动发动各个神功技能 然后这句话变成了单独使用神功命令键的技能 在招式全开的时候无法被使用 就是他在单独使用命令键的时候 招式全开是不能够使用的 需要手动发动各个神功技能 但是呢招式全开后使用命令键 然后发动使使用指令好的命令键 指令好的神功 你体会一下到时候到时候到时候明天除了末选的时候再看一下 然后是400051088这是个是无转技能 所以无转技能就改了一个 真气爆气 好 这句话 呃 他这个说明里面的话就是 不会应用到什么移形换位 我估计对代码还是写写写写多了一点点东西 还写写写写一些内心换位 série Lev н 牵入代码的时候可能少打一个警号吧 然后里面的30秒内所有攻击均视为暴击 暴击伤害加18% 此外在持续一些时间内所使用的招式制 以及1-4转神功技能 原本是150% 现在是120% 然后攻击次数是两次 现在变成一次 也就是说你增加了300% 现在只能120% 削了一点点 好 那就是墨选这一次的基改